晚上好,欢迎来到今天晚上的直播间 今天的嘉宾是珍珍 珍珍呢,我之前也在朋友圈里面介绍过 她现在在一个顶级的牙医团队里面担任商务总监 这个团队呢,是运营着国内最大的一家牙医经纪公司 他们的客户非常的高端 她自己呢,这几年也是在这个团队里面成长得很快 关于牙齿和怎么让,通过牙齿让我们整个人变美啊 她是有很多的心得 所以我今天邀请她过来给大家分享一方面 分享一下这方面的知识 谢谢娟的邀请 今天我简单跟大家分享这么几点 第一是日常牙齿保健的几个要点 第二是为什么我们认为变美 尤其是高级的变美 首先应该从牙齿开始下手呢 第三呢,我也会跟大家讲一讲 挑选靠谱牙医的方法 以及一些消费主义影响下牙齿保健方面的一些骗局 首先呢,是关于牙齿保健的内容 其实我们的牙医们,他们本身在 牙齿保健方面是比较基础的,简单的一些事情做好就可以 首先最重要的是要认真的刷牙 说到刷牙肯定就有人问到电动牙刷跟手动牙刷的这个问题 这也是我们团队被问的最多的问题 其实只要你的方法正确 电动牙刷跟手动牙刷是差不多的 但我们刷牙可能啊 我觉得大部分人都没有用正确的方法去刷 因为我们刷牙刷的其实是牙龈和牙齿结合的地方 而不是我们通常认为的牙齿的身体 要怎么样才能刷到牙龈和牙齿结合的地方呢 那我们的牙刷需要有一个45度的角 发一张图片上来帮助大家理解这个45度角 你可以想象一下像我们的牙菌斑 它最容易沉淀在牙龈和牙的身体交界的地方 所以我们的牙刷只要是个45度角 应该就能够达到刷牙的这个目的 然后刷牙的时间一定要在两到三分钟 我想我猜大多数人刷牙的时间都是不够的 有一个方法叫做巴氏刷牙法 我想网上可能有很多很详细的介绍 到底应该怎么刷 大家可以去查看一下 巴氏刷牙法 第二点就是要大家尽量少吃生的冷的硬的 因为毕竟我们的牙齿 其实神经还是比较敏感比较脆弱的 平时也需要保护它 第三点呢 是建议大家要养成定期去洗牙的习惯 这一点我想很多很多年轻人现在开始 要比我们的腹背要重视的多 下面就要说到为什么我们如果想变美 第一步应该对牙齿下手 因为牙齿它事关和面 只要一个人他的脸型好看轮廓流畅 那么一张脸是不会难看到哪里去的 而我们一直说的轮廓流畅指的就是 和面规整 和是下颌骨的和 大概率一个流畅优美的和面 是可以通过牙齿矫正来实现的 那一小部分人需要做正和外科手术 当然这个手术在中国是规口腔科管的 当我们有了优美的和面之后 相当于这个房子它打好了框架 然后我们再看眼睛鼻子眉毛这些五官是否需要调整 这个是我们认为的一个科学的顺序 就相当于装修的时候 你应该先把大的框架装好 然后再去考虑软妆应该怎么做 对吧我们平时可以看到一些明星 大家要想从一个小明星变成大明星 相当一部分人都是在自己的河谷上 有动一些东西的 大家都是想要搭一个好的框架 然后再去做一些五官的微调 另外由于人的牙骨一生都会发育 这也是为什么牙齿矫正这件事情它能够成立 因为我们的牙骨一直在发育 那么受到来自牙套的外力的影响 牙齿会产生胃移 在新的位置扎下根来 这是为什么牙齿能够被矫正 另一个角度看 由于它一生都会发育 牙齿的畸形也会越来越严重 因为它在发育嘛对吧 很多人在青春期十八九岁的时候 可能发现自己的牙齿稍微有点歪 但觉得影响不大就不要紧 但是到了二十大几岁发现牙齿歪得越来越严重 终于有点看不下去了决定去矫正 这个越来越歪的过程就是牙骨在发育的过程 另外从卫生和健康的角度看也应该早一点去矫正牙齿 因为口腔健康最重要的内容 刚刚我们说过是做好清洁 这一点不得不说我们中国人做得太差了 我们有一句老话说的是老掉牙老掉牙 就好像是老了人老了一定会掉牙 事实上只要做好口腔清洁 牙齿是可以长期保持健康状态的 这一点我们可以看看欧美发达国家的老人 他们的牙齿的状态 就可以想一想我们说这个老掉牙 有可能只是因为我们不够重视它的口腔清洁问题 那么畸形的牙齿它是不利于我们做牙齿的清洁的 我们可以想象一下一个牙齿如果它歪掉了 注定了它会与另外一颗牙齿有重叠的部分 对吧 因为它歪所以它就覆盖住了另一颗牙齿的一部分 那么这个重叠的部分是很难被清洁到的 长此以往就可能形成蛆齿 到时候就需要补牙 甚至严重的时候需要做更管治疗 甚至要彻底的去种一颗新的牙齿 说到牙齿矫正 我们被问到最多的问题也是某某某女明星 客户会拿一样照片问我们 我这个矫正了以后能够跟她一样吗 事实上那我们要说哈 牙齿矫正肯定会对整个人的面型有一定的改变 很简单我们想一想唇齿相依这个成语 牙齿的位置和它的形态如果改变了 就会让你的面部软组织改变 同时也会带来一个笑容美学的变化 这个我们等会稍微再讲一下 但是呢如果想要达到整容般的效果 这个概率是非常的低的 它不是完全不可能 有一些牙齿畸形真的可以通过矫正带来很大的变化 但是我们要对它抱以一个合理的预期 第一我们是想让牙齿整齐 然后笑起来好看更利于清洁 其次才是它有可能会对整个面型带来一定的改变 通过正肌改善最明显的是哪些脸型 应该是我们常说的地包天 眉下巴还有面部不对称 这三种情况通过正肌应该是改变最明显的 那说到这里我们可以给大家发一张图 大家可以简单的自测一下 看看自己的牙齿状况怎么样 当然这张表它只能判断出你的正面的一个面部的效果 你要对自己的牙齿情况做一个准确的诊断 这个还是需要去医院里面拍片拍X光片 才能够最终下一个判断 但是当你感到自己的牙齿不美 或者笑起来不好看 或者它给你带来了一些生活中的困扰的时候 肯定你就应该去看一看了 当你觉得牙齿给你带来了一些不适 不管是咬东西的时候不是 还是说拍照的时候觉得自己不好看 这个都是有畸形的可能的 应该去医院里面做一个专业的检查 很多爆牙的人 他一般是圆脸的 觉得自己没有下巴 所以脸显得比较圆比较大 这种情况它会刺激法令纹的一个增长 如果我们通过矫正能够把上面的爆牙的部分给它收回去 那么相应的嘴唇也会收回去 法令纹的这个严重的情况也会得到改善 并且由于上嘴唇收回去了 看上去鼻梁也会变挺 下巴会有一种下巴出来了这种感觉 那地包牵呢 一般下巴会显得过长过翘 导致整个面型比较长 面中部凹陷 就是有一种不够饱满的感觉 女明星中其实最近比较受争议的 因为她就典型的有这种面中部凹陷 她应该是地包牵 其实脚症过牙齿以后 她的状况已经得到了一个改善 这些情况 地包天她在矫正之后 下巴恢复到正常位置 看起来是比较标准的直面型 这个还是蛮好的 应该是亚洲人比较理想的一种面型 第三种情况 就是大家一般会觉得自己 而有人可能会觉得脸歪 其实脸歪的原因是和面歪 这个道成她的原因比较复杂 有天生的 就是由于骨头发展导致的 也有后天咀嚼的时候 可能依靠一边的牙齿 那一边的咬肌就会比较发达 另一边就会相对萎缩 这样的话就会有一个面部不对称的感觉 然后这种情况也是可以通过鸭齿的矫正来改善的 因为你改善了以后 不过度依赖于某一边的咀嚼力度 这样子两边均匀的咀嚼 脸歪这个事情是可以被改变 一般我们说到牙齿矫正 很多人第一反应是 他要用什么样的材料 是钢丝的还是引擎的 其实用什么材料都还是其次 在我们看来最重要的是 要选一个技术好 审美好 会沟通的医生 我们常常会接到一些转疹的病人 什么意思呢 他就是被非专业的牙医把牙齿搞坏了 到我们这里来进行二次矫正 这里面不乏一些大家 能常常听到名字的一些 大佬们和他们的夫人们 以及一些明星 我当时就觉得心里很遗憾 即便已经是有了如此的权势和名声 居然还是找不到一个靠谱的牙医 牙齿被搞成那样 全国症基医生的这个数量是少了真的 当我看到最终统计的数据的时候 也把我吓了一跳 因为你想一想我们满大街 随处可见的一些牙科诊所 是不是觉得这个牙医 症基牙医没有十万也有八万 真实情况真的很吓人 全中国就这么两千八百名 科班毕业的症基医生 他们就分布在北上广 成都 武汉 因为这两个成都和武汉 因为有华西医科大学和武汉的 协和医科大学的存在 所以这两个城市的牙医 比较丰富 就连杭州 因为我们上个月在筹备杭州诊所的开业 当时我们同纪了一下 全浙江竟然只有48名 科班毕业的症基医生 而且这48名 他们就集中在 省口腔医院和少益福医院 宁波好像还有那么七八个 大家可以想一想 浙江的状况竟然是这样的 那么全中国有十几万家牙科诊所 其中又有几家 能有真正的合格的症基医生呢 那么问题来了 怎么找到症基医生 科班毕业的 或者像你 当你向医生咨询的时候 怎么知道他是否是合格的症基医生呢 在这里你可以看到医生现在 任职的医院 他的这个专业是什么 以及他在院外的一些多点职业点 都是可以看到的 这个大家不要一定要把这个事情当做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因为现在不合格的医生是远远大于合格的症基医生的 那我们本着对自己负责的原则也应该先查清楚再决定是否要在这位医生这里做治疗 要看他的名字是否在列是否有在正规的医院任职是否是专业的科班毕业 如果他的名字你没有查到 那么大概率他就是 土田医生 或者是短期培训以后半路出家的医生 这个事情一定一定要谨慎 因为医学是很严谨的 经过七八年院校培养和临床实习 这种专业的和半路出家 它绝对不是一回事 只要你找到了对的医生 那我们认为传统的矫正跟隐形矫正 它最终能达到的效果应该是差不多的 可能隐形矫正会比传统矫正稍微慢 那么五分之一到四分之一的时间 比如你如果用钢丝脱槽 就咱们通常说的钢丝矫正 你可能要一年时间 那么如果你有隐形矫正 可能就是一年零三个月 一年零两个月这样子 隐形矫正的优势 在于大家在治疗的过程中 痛苦会比较少 因为它不流血 它就是一个牙套的 一个佩戴和摘取 然后呢 我们可能在时间上面 自由度也很高 因为它的复诊就非常简单 甚至可以把复诊放到线上来进行 不会要求说 你每周啊每个月啊必须去哪里哪里 去当面复诊 没有这个要求以后 就比较适合成年人 这种快节奏的生活需求 它的缺点可能就是 现在还有那么百分之十 还有那么一小部分的 这种牙齿畸形 有隐形矫正 暂时是做不了的 或者说是达不到完美的效果的 脱槽就是钢丝矫正的 它的优点在于它比较强力 毕竟它是钢丝 它的这个力度跟塑料还是不一样的 而且它能够覆盖的病例范围 几乎就是百分之百 当然它的缺点也有 比如说它可能治疗的过程 比较血腥 比较痛苦 然后不够美观 然后对于大家时间上面 自由度就比较低 因为你必须当面去复诊 医生要在你的口内 实施一些操作 这个只有面对面才能做得到 这个问题和电动牙刷 手动牙刷之争 一起被并列为 牙医被Q的最多的问题 这个答案还是比较明确的 能拔则拔 然后为什么会这样子呢 因为根据我们全科口腔医学大致的 长年的这个跟踪调研 我们临床选取的所有案例中 只有20%的支持是属于正常发育 正常萌出的一个状态 其余80%都属于异常萌出 并且异常萌出的支持中 还有90%会引起不同程度的口腔问题 具体的诊断大家可以在 做治疗的时候 请牙医帮助判断一下 基本上来说 我们都是建议能拔则拔 即便现在暂时没有问题 但是支持它始终都是隐患 经常会有发炎这种情况 而且支持由于它长的位置比较特别 对我们来讲清洁起来也比较困难 有时候你觉得口腔里面有异味 觉得有点臭臭的 很可能就是由于置齿 不方便被清洁 它就是一个藏屋纳垢的地方 也有很多人问 他在青春期的时候 做过牙齿矫正 那现在不够满意 他还能做二次矫正吗 事实上这两年 我们接到的这种案例 越来越多了 很多来做二次矫正的朋友们 一般有两种情况 一种就是小的时候 可能在家乡遇到了佣蔭 或者是不够负责的牙医 确实是把牙齿给它做坏了 没有能解决它的问题 因为小时候我们矫正 可能父母也会认为 牙齿就给你排齐就行了 你还看什么咬合 看什么发育 就不用了 只要看起来整整齐齐的 就达到了矫正的目的 但是事实上这个理由真正的 科学的矫正差得很远 所以这是第一种情况 是被不合格的医生耽误了的 第二种情况 有一些同学们可能在矫正完成以后 没有 没有怎么说呢 没有做好保持器 后面有点复发了 复发的情况也是比较多 我们现在这两年 尤其是接到的 二十多岁年轻女孩的 这种情况比较常见 这两种情况 我们都是一个原则 只要牙根没有被过度吸收 那么它是可以进行二次矫正的 刚刚我们说到矫正的原理 是通过矫直器 对你的牙齿施加一个力 这个力呢 改变了牙齿的位置 让牙齿移动到一个新的位置上面 并且在那个位置上扎下根了 所以只要我们的牙根还没有过度吸收 那么是可以做二次矫正的 怎么判断牙根有没有过度吸收 这个需要拍片子吧 因为牙根是藏在牙齿 牙孤里面比较深的地方 只有X光片可以看得到 这个问题也比较有意思 就是这几个月各种电商带货主播们 就把它讲了很多 讲得很神奇 所以我们收到了很多这样的问询 可以说有一些素效的美白牙贴 它是有用的 但是它是以牺牙齿健康为代价的 并且这个有用呢 也只是一个短期的有用 美白的原理就是使用过氧化氢 过氧化氢这种化学产品 它对牙齿是一定有酸氏腐氏作用的 那么按照我们现在对市场产品的一个了解 基本上要进入中国的过氧化氢的美白牙贴产品 它的浓度都是比较低的 那么它能够产生的美白效果就比较有限 维持时间也比较短 在英国吧 我记得是在英国和澳大利亚 可能会有更强力一点的过氧化氢产品 但是呢在中国它们的浓度 是不被中国监管部门所允许的 那么对牙医们看来 靠谱的美白方式 还是第一个是冷光美白 这种是一个相对中长期的一个美白效果 另外一个就是去做美白牙贴 这个贴面呢就能够几乎能够做成永久的 终身的美白效果 当然它的价格也不菲啊 一个贴面像在我们这里就近万了 然后大家可以看自己的情况 根据自己的情况来使用 年轻富豪们在看牙的时候 有什么小趣事 前几天我们遇到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 有一个富豪 不能讲名字啊 讲出来可能大多数人都会知道他的名字 他以前呢 他带孩子来看牙的时候 这个牙 我们给他的孩子看完牙以后 就觉得说 哎某某种 要不您的牙齿也应该怎么怎么治一治 他就不是很在乎 他都说 哎呀都都四十几了 这个反正现在 也没有人要 就看我的牙好不好 决定跟不跟我做生意是吧 就不是很在乎 那前几天 前几天大概是九月份的时候吧 突然很着急的来找我们 说赶紧把我的牙 给我做一个矫正方案 然后把美白什么的都安排上 他就要在 嗯半个月之内 把这些事情 给他给他定下来 特别着急 我们就想为什么呢 啊后来才才知道 通过他的助手才知道 啊原来是他的这个 某一个 嗯某一个移民签证下来了 可能是要即将要去到 另一个社会里面 另一个普遍重视 牙齿健康与美丽的这个社会里面 就很着急 让我们在半个月内 把这些事给他 给他搞定 还有一次呢 有一位互联网大佬 他的夫人就拿了 呃十来颗小朋友的 这个掉下来的乳牙 要我们给他做成一个一串项链 做成一个珠宝 这可能是受了维多利亚女王的启发 因为这位女王 她就曾经把自己的掉下来的牙齿 镶上了各种各样的珠宝 变成了装饰品 那这位夫人就想跟给他的姑娘 给他女儿做一个纪念品 因为乳牙掉了嘛 那最后各种香金香钻 绿松石 祖母绿 这些加起来啊 然后用纯金做的 前后打造了一条 一百多万的项链 一百多万的牙齿项链 我觉得这个还蛮有意思的 至于大家可能都比较想问啊 某某明星 某某女明星 她那个情况是怎么样的 她是不是整过牙 还是整过绒 其实我们的确在牙医的专业角度 大致是能判断的 但是在这里呢 就不是很方便讲 那我们还是就说一点吧 矫正牙齿能带来面型上的改变 但是大家对这个事情呢 要有合理的预期 以及一定要去咨询 最专业的医生的建议 总结一下今天的直播 那么首先我们说到的是 牙齿保健的小知识 其实并没有那么复杂 即便是最专业的牙医们 他们也只是做好一些 日常的工作 做好清洁 然后呢 少吃刺激性的食物 深的冷的硬的 最后定期的洗牙 尽量有条件 尽量每天使用牙线或者水牙线 这个就是最好的保健了 其次呢 如果你想变美 你想要高阶的变美 或者偷偷的变美 那你一定要做的是 检视一下自己的牙齿 看看它是什么情况 能做矫正的 尽早去做矫正 因为尽早做得越早 它的这个恢复越好 然后你后期对它的这个 它反弹的概率也就越低 这个是很建议 大家都自己检查一下 如果你的牙齿 给你带来了 关于面貌和健康 上面的一个困扰 那么矫正是很有必要的 第三就是牙医 是比较宝贵的 这个 大熊猫一样的 稀缺资源 因为牙医的数量 确实很少 症疾医生的数量 就更少了 大家想一想 浙江省 全中国经济最发达的省份之一 也只有区区几十名 合格的牙齿矫正医生 那其他的地方 可能更少了 那我们在做矫正的时候 一定要练好 这个火眼睛睛 要判断出 靠谱的 能帮你认证负责到 做好你的矫正的这种医生 要把它找出来 千万不要被骗 最后我知道 大家现在都还在假期 最后很有可能 听的是复播 不过没有关系 大家如果有疑问 可以在直播间里面留言 我和娟都会随时来查看的 看到了以后 就尽量给大家都回复 非常感谢 我今天又学到了好多 我终于知道我的牙齿 我什么年轻的时候 跟我现在有点不一样 反正我是把这个正绩当作 我今年接下来一件最最重要的事情来做 然后关于牙齿美白方面 我也是之前也看到了好多种说法 然后非常感谢 真正今天 带来了非常真实的消息 借尽量会员的二维码和我个人微信的二维码 买千两会员呢 是可以有一个年付的优惠价格 差不多比正价差不多是五折左右这样的价格 可以一年之内唱听 买了会员之后呢 可以加我底下这个个人微信 我可以把你拉到一个 我们的千两会员群里面 现在已经到了第三个群了 有什么都可以交流 然后关于牙齿的消息 关于牙齿有什么不明白的 也可以给我留言 我看真正能不能够帮你解答一下 现在也差不多九点了 大家节日快乐 如果有关于对接下来千两还想知道什么的 可以给我在微信里面留言 我会尽我的能力去找相应的嘉宾来为大家解答 当然不是说每个微信留言 我都一定有这个时间去回复啊 但基本上我都会去看 最后大家晚安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 голов面 seit地监墙 当面一起杀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e gesch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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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